我大学一年级时,开始在四月学中文。 我很喜欢学中文,所以我选择中文作为我的副秀。 另外,我计划在中国学习一个学期。 我为了去中国学习而准备了两年。 可是,现在我竟然不能去中国。 对,今天我会告诉大家, 短装病毒是怎么改变了我的计划。 上个月,我的流水计划被出销了,因为短装病毒来了。 我所打心的两个问题发生。 第一是,我不能去中国。 第二是,我不能上课。 即使短装病毒在增长,我还是想去中国。 冠状病毒很大的问题在于,如果我去中国,我也不可能离开我的书室。 如果我去,就没有自由。 我的父母亲戚和同事都反对我去中国。 可是,我还是想去中国。 但是,冠状病毒无法保障你不会生病,所以我的流水计划被出销了。 幸运的是,我可以在CU上课。 我的老师们都热心。 他们告诉我, 我的老师们都热心地帮我。 尽管放弃,我还可以在CU上课。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。 中国的总人口是十四亿人。 可见,中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。 在中国人看来, 冠状病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 最近,医院舆论批评中国政府, 因为现在有很多关于冠状病毒的争议。 之外,由于冠状病毒, 大家的中国人无法工作。 于是,经济停止不见。 既然冠状病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 所以,人们在中国就常常戴口罩。 最近,口罩不足。 中国政府也在减少和停止到中国的房门。 的房门。 冠状病毒, 在中国的房门病毒不但在中国导致人死亡。 而且,在另外的国家导致了人死亡。 我真的希望医生能够成功解决这个地步。 谢谢。